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直播来袭 将出席品牌直播活动,你期待吗? 杨子近期正在恒电拍戏之中,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于子米们的关爱, 他会经常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营业。 特别是此前的一组夏天小裙子夜拍,当真是惊艳到了所有人。 而且不但杨子晒出了图片,工作室也是晒出了新的图片,让网友们点赞。 而且不但发出了图片,居然还有视频放送,网友们也是直呼幸福。 5月31日,杨子工作室就晒出了杨子收工的视频,并配文称, 收工又开工的忙碌融入夜色,在去录歌的路上来分享些杨子近期动态, 生活规律又充实,除了冲浪的快乐,印象最深的是恒电的夏天。 视频中的杨子穿着黑色的衬衣,戴着一顶棒球帽,正准备去录音棚录歌, 他就透露了现在恒电的天气都是阴晴不定, 还发现自己平时都是早上六七点上班,都晚上六七点, 称自己很喜欢这种规律的生活。 没想到杨子也是个小劳模,一天上班这么长的时间,也不知道累不累。 而杨子也提到了自己经常往上冲浪,看到了王心灵男孩, 留更红女孩和街头大妈退退退的梗, 看来杨子还是个冲浪小达人,往上的梗都知道, 这是5G冲浪选手了吧。 还称恒电的夏季让人很头疼,此前就因为在这边拍戏而两次中暑, 希望今年不要中暑。 真的是太让人心疼了,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拍戏必须要穿上戏服。 而且到了哪场戏就必须穿哪套戏服, 并不说你想穿哪套衣服就穿哪套衣服的, 所以中暑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只是这种事情对于杨子一个小女生真的是太难了。 最后则是分享了一下杨子去录音棚录音的时候, 杨子戴着耳机对着耳脉很深情地唱了起来, 只是这一段消音了,好想听听杨子唱得怎么样的。 不过有这个分享生活的小视频已经让很多网友们都非常的满足了。 粉丝们都有点难以置信了,表示天哪我不是在做梦吧? 终于看到会动的杨子了。 还有的网友们则是夸赞杨子是泉水般通透的女孩, 希望她能无所畏惧地跨越山海。 杨子的粉丝们还真的是太幸福了, 不过更幸福的还在后面。 6月1日是儿童节的日子, 不知道你们最想见到的是谁呢? 相信粉丝们的答案就是小猴子。 那么他来了。 儿童节当天杨子发文称, 6月1日晚21点整, 自己会再代言品牌官方直播间为你亲选好物。 就是说杨子要出席品牌活动的直播现场, 与粉丝们互动, 杨子真的要来了, 而且还是他的直播, 这也太棒了吧。 这幸福来的真的是有些猝不及防呀, 先是图片, 后是视频, 现在直播都来了, 真的是太惊喜了。 希望以后都能有这样的惊喜, 每天都能看到开心的小猴子。 当然别忘了一日晚上九点一起看杨子的直播秀儿, 一起相约直播间。 杨子透露新消息, 搭档帅气让人心动, 看阵容要火的节奏。 关于杨子, 他的实力和演技, 皆获得大众的一致认可, 得知透露了一个新消息, 搭档一位帅气男主角出演长相思。 又有小伙伴深挖了更多信息, 认为看到男主让人心动, 这样的阵容绝对要火的节奏, 使得该剧本的热度不断提升。 剧组透露出来的题材是一部古装剧, 相关话题可谓是高歌猛进, 竞争激烈, 处于白热化阶段。 然而, 事实也摆在眼前, 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古装剧, 让观众沸腾的作品, 绝对是相当少的, 有些作品很快被大家遗忘。 杨子带来的长相思, 再次带火了相当多的话题, 让许多观众陷入疯狂之中, 把所有聚焦放在扮演的角色, 包括与他的合作伙伴, 一举一动牵动着人们的眼球。 在古装剧中, 呈现出来的人物造型相当重要, 有些演员被夸给他们量身定作, 几乎是一个模式刻画出来, 这给作品创造了极多优势, 更容易收获许多意外成绩。 了解到长相思剧组邀请了一位实力派演员, 被认为是90后当中, 功底相当不错, 颜值又是超高。 许多观众看到帅气的男主, 已经让人心动, 有着迫切的冲动, 非常想要了解作品, 何时能够开播, 此次牵扯到的男主角就是张婉毅。 想在娱乐圈里获得突破, 没有任何捷径, 只有不断提升能力, 才能获得越来越多的观众喜欢。 杨子在圈子里算得上是相当火的一位当红花旦, 手中的资源特别多。 只要一有关于她的新作品, 总会被许多小伙琢磨出许多话题, 从而让作品的热度不断提升。 自从透露出一个新消息, 关于她的新作品, 搭档一位帅气男主角, 看一眼就让人心动, 被认为看演员阵容就是要火的节奏。 娱乐圈八大天鹅警女星排行, 金晨杨子上榜, 个个都美得不像话。 女人天生就爱美, 为了维持好身材, 女人们往往很拼。 娱乐圈有不少女星的体态每层引发热议。 其中杨阳和刘诗诗的体态尤为出众, 所以大家说明星仪态, 男看杨阳, 女看刘诗诗。 那女星们的天鹅警看谁呢? 下面我们来盘点娱乐圈八大天鹅警女星, 你最羡慕谁? 1、金晨 金晨近两年时常上热搜, 近日, 他又上热搜了, 不过他这次是凭借美镜上的热搜。 原来金晨在直播的时候, 被刘涛亮了脖子的长度, 金晨的脖子有14厘米长。 这样的天鹅警胖让很多网友表示羡慕。 2、刘诗诗。 大家常说练舞蹈的女孩子体态比较好看。 金晨是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专业毕业的, 刘诗诗是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专业毕业的。 刘诗诗的天鹅警也很吸睛。 刘诗诗还曾被称为娱乐圈天鹅警鼻祖。 3、妮妮。 妮妮也是娱乐圈天鹅警美女团中的一员。 妮妮的气质和身材都很优越, 天鹅警、直角尖这些妮妮都有, 难怪很多网友称妮妮为人间有物。 如今32岁的妮妮可是很多男人眼中的女神。 4、杨子。 杨子参加了电视剧品质盛典后, 她的肩颈线上热搜了。 很多网友评论说杨子的肩颈线很优越。 杨子瘦了,她穿露肩裙美出了新高度。 感觉瘦下来的杨子更美了。 5、杨颖。 杨颖婚后越来越红, 但是她和黄小明却屡次被转疑似离婚了。 杨颖曾是模特, 她的身材也是好的让人羡慕。 杨颖的天鹅颈也很优雅迷人, 杨颖的锁骨也很精致。 杨子当妈后给人感觉更有女人味了。 6、吴景颜。 吴景颜的脖子也是又长又细, 她长得跟杨颖还有点像呢。 很多网友都说吴景颜的天鹅颈很撩人。 吴景颜一直都很瘦, 她的锁骨和天鹅颈都很吸睛。 吴景颜剪了短发, 许多网友觉得短发的她依然可爱。 7、宋艺。 宋艺近段的热度挺不错的, 她的新剧《爱的理想生活》正在热播。 宋艺曾获赞是旗袍女神, 她的牛奶鸡和天鹅颈都很吸睛。 宋艺虽然已经31岁了, 但她给人感觉很少女。 8、宋艺。 宋艺也是很努力的女星, 她的蚂蚁腰、天鹅颈都很养眼。 宋艺很时尚, 她的穿搭得到可不少网友的喜爱。 宋艺虽然已经34岁了, 但是她还是很有少女感。 希望宋艺能早日遇到对的人。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